香港连续10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 在过去17年间 香港楼价指数累积升幅高达499% 但是大专生的月入中位数 20年间就只是升了800元 到底在这个全球楼价最高的城市里面 年轻人要给多少挣扎才能上车呢 挣扎 一连八集的《我要做业主》 将会有一众升级艺员 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上车奋斗史 还请来多位按揭、置业和投资专家 为大家解构业主是怎样练成的 这个呢 什么时候才是买楼的好时机呢 你能买房就是买楼的时机 什么时候呢 是买楼 又要新又要方便 我们这三个点就像选男朋友那样 是没可能三人并存的 唯有一个方法, 你很有钱 当你有娅姐头有个温暖的家的时候 你关门吃粥水也好 吃面包皮也好, 没人知道的 下车车 如离开了幸谷的高速路 最重要是要问家人拿 对, 最重要是各个关系 成功靠富钢 有富钢当然是好 如果你不可能真的要靠男友钢 靠男友钢 家人也有说 其实可以拿这些钱去做一个首期 我也不想他们已经退休年龄 还要帮我去供这件事 我觉得风险很大 作为做子女, 要有量力而为 香港是我们的家 是我们的家 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上车而奋斗的故事 香港人出名做事勤励, 肯薄, 肯熬 但是我们穷尽不生努力 又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安乐窩呢 虎仔, 你就是圈中出名的 爱妻号和好爸爸 那你的房子有没有写你太太的名字 当然有 不过我发现很多时下的年轻人 未结婚已经原名买房子 难道真是一纸屋契 比一张结婚证书更重要? 有时又真的需要两人合力 才能买房子 就像这集的嘉宾馮莹莹一样 她在情侣合资买房子方面 有很多经验分享给大家 莹莹一向给人的感觉 也是個很率性, 感愛感恨的女孩 前年她和前男朋友合資 在何文田買豪宅的經歷 還令她上了置業的第一課 我也覺得自己之前的一些置業經驗 有很多事發生 所以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很深刻的經驗 大家都知道 你有一個物業在何文田 是… 你覺得那次給你的經驗是怎樣的 你賺了還是虧了 還是買回來後有後悔 我覺得經驗上是賺了的 是, 像家學費一樣 沒錯, 賬面上 我覺得未到最後 也不知道誰笑到最後 是… 所以我暫時不說到底 是否輸還是贏 那次其實是我首次置業的經驗 工作了幾年, 儲了少許錢 也覺得在香港置業也挺必須的 無論是自用還是長線投資 也應該做的 你知道我們工作非常有彈性 收入會很波動 所以那些可以… 例如剛才砖頭這些比較穩固 實在的東西 人家也會覺得比較安全 所以可能做一、兩年的時候 就有這個要買樓的一個想法 剛才說到最後買了的物業 會在何文田 但其實我一開始 沙青湯是沙田的 因為那時候我和家人住在沙田 想近一點自己的原生家庭 近親父母住的地方 就算搬出去的話 有什麼照應也會有一點 對, 回去喝湯也好 叫他幫忙清潔也好 等等那些 真是孝順 別這樣說了, 我也想家裡住得好一點 所以也打算回沙田區 那時候在一些大屋院裡 用來上車, 可能工作室 或者一房大小的 其實也可能大約八百萬 我也想保持在一千萬樓下 因為沙田區乘數又可以多一點 但因為可能是初次置業 剛才你說到也會怯的 這樣很會聽身邊很多不同意見 所受到影響 開始看到別人推介其他新盤 會覺得不如你考慮大埔裡面 有些新盤吧, 當時的 看一看, 他又會推介 他說不如這樣, 如果你想接近上班 嘗試在港島區跑馬地區 然後又跑去… 她看好你 對, 她知道你有這個賺錢能力 看完跑馬地的樓 突然跟我說 其實河文田也有些新樓不錯 於是我就從新界過了海 又回到九龍中 你說這個經驗那麼像 以前說進去電力店買東西 明明我想買這個鬚跑是兩百元 然後跟你說 其實旁邊有一個五百元的不錯 又送你過去 最後有一個二千元的洗衣機 不錯, 就給她買了 對, 結果本來想買一個鬚帽 結果她去買了洗衣機 真的是這樣的情況 可能當時受到太害怕了 根本還沒想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以以大約二千元的價錢 以前買了河文田的一個十六百元 好, 但我想問你家人 是 阿伯母他知不支持你 還是你喜歡怎麼搞就怎麼搞 我不要煩惱 我爹在整個過程中都比很大自由度 所以事後跟他說, 我問他的意見 其實你覺得我做得怎麼樣? 他說我早就知道你出事了 早就知道你一定會出事 所以一定會…可能要交些學費 塵口二千萬, 功德辛苦之餘 租席回報又不如細價樓 甚至連樓價升幅都暫時未如理想 不過你說起置業 其實又衍生了一些問題 我們那一代, 肯定是希望遇到一位意中人 打算跟他結婚生兒子 當然是才去買樓 但現在很流行, 有些在未結婚之前 可能是拍拖或小情侶的時候 就說不如我們一起做一個安樂鍋 一起買樓 你覺得我不行? 如果讓我自己說 我覺得不太建議 未結婚, 未有名分之前 如果合資一起做個投資 我覺得事前一定要把東西說得很清楚 均真一點 均真一點, 數還數要分明 但你很愛這個男人 當然如果兩個人之間的感情很爭執 是沒用會質疑的 但始終如果到了之後 可能在文件上 在帳面上要去處理, 去分解 是真的比較複雜, 比較麻煩的 可能有時候兩個一起去合訓 是因為他們想買的物業 的確要兩個人合力才能買得起 能供得起 我覺得不如嘗試退後一步 因為通常這個步驟 可能他們是第一次去買 所以就好像有一點我的情況 想一來買個比較夢想的物業 就好像感覺一步登天 我們以後就可以在這個物業住 其實忽略了 中間明明可以扭換扭等等 這些投資步驟 如果想扭齡, 又要夠新 地點又要夠方便 也要面積夠大 要身要方便 這三個點就像選男朋友一樣 是不可能三樣並存的 三樣並存唯有一個方法 你很有錢 要不就只可以選豪身, 但比較小 地點方便又要大的話 那一定是舊樓 所以韋傑姐有三選二 所以我叫她退後一步 一來可能先買一個沒那麼貴的 一個人的名字 已經負擔得起的物業 再慢慢轉上去 就可以避免到… 因為一來要買一個大預算的單位 物業而兩個一起夾粉 然後夾粉之後… 對, 首先一就浪費了首次的單位 證明, 連名字都可以考慮 大家又可以均真一點 少了很多爭辯 大前提, 你也是愛她的 也是一生一世的 買樓方面也賺了一定程度的經驗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前陣子被人拍到你在將軍澳區 然後打算看看心儀的樓盤 要再下一次呢 我的確沒因為之前的經驗而嚇怕了 我對樓市仍然充滿信心 真的嗎? 是 好的, 有正能量 是, 因為永遠都有自用、自住的乾順 好了, 如果你想選一些心儀的屋苑 你會怎樣去看呢? 我現在租房子, 但也覺得你說得對 長遠來說, 如果可以自業投資 住在自己的樓上會比較好 所以接下來的展望將來 我覺得最好買一些貼地一點 用來自住, 之後又想放出去 用來投資, 應該選一些大眾 大家都喜歡一點 而且覺得可以負擔更便宜的東西 所以現在會比較實際 曹先生, 其實現在樓價很貴 很多情侶都會夾粉買樓 好像我們剛剛訪問了瑩瑩 她有這樣的例子 其實情侶買樓有什麼要注意 究竟一個名字好還是兩個名字好呢? 其實市場上很多情侶 都有興趣一起買樓 但她通常用一個名字去買樓 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第一個名字去買樓 我們叫她首次置業 她是用標準稅率去交 Stamp Realty 將來如果第二個再有機會買樓 其實都會享受到低稅率 再加上按揭部分 如果她一個人夠高的話 就很方便 但如果她差一點點位置 兩方面的情侶來計 另外一部分可以做擔保人 如果是擔保人 第一, 就不會用兩個名字 另外, 因為兩個人的收入 都要計算在公款比例裡面 她可以將借貸力放大 買樓價也可以買大一點 當然, 這裡有辣有不辣 因為她本身做了擔保人 其實她有一個責任在這裡 如果將來有什麼… 我們稱為有增壓的話 她另一邊不供樓 其實她有一個責任去上身 也會影響她將來買樓的信貸 再加上, 其實她買一場新樓的時候 乘數都會降低 如果真的想兩個都下名, 怎麼辦呢? 其實市場上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聯權共有 這個就是兩人一起簽名 即是在市場上 我們叫長榮契, 叫John Tannan 另一個就是分權擁有 以一個比例去計算 可能你出三成, 我出七成 在律師席上面就分清楚 我們叫Tannan in common 這個就是賣樓的部分有少許分別 在聯權共有上 兩個一起出名, 一起簽名才能買到 分權共有, 其實我任何方面 我覺得有需要的 我自己買, 買回自己的部分便可以 按揭的部分, 其實兩個持有方法 是不會影響他們的申請 接下來我們上車故事的主角 就是我們拍檔, 秀兒 沒錯, 她的上車故事 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不過最後也很幸運 靠自己還有男友幹幫忙 完成她上車夢 秀兒自小就和媽媽住在天水圍的公屋 相依為命 為了想改善和媽媽的生活 她很小就出來工作, 努力儲錢 但是這幾年, 媽媽不幸運患上癌症 秀兒就用了這些積蓄幫媽媽醫病 令她的事業夢又變得遙遙無期 秀兒, 現在我們位處這個地方 周圍也有很多公屋包圍著我們 是 其實你自己覺得 這個地方給你有沒有什麼回憶 因為以前你小時候都是公屋長大 肯定有回憶的, 因為始終公屋的地方 都是一群小朋友走出懶巷 充滿人情的地方 對 然後到處玩, 沒有遊鹽堂 真的好像拍戲一樣 走到旁邊問有沒有東西送來 好, 當到現在真的出來工作了 其實中間你自己也有高高低低 甚至媽媽也有病過, 你又要幫她 然後你又要去置業 整件事是怎樣呢?對於你來說 整件事…其實我個人比較樂觀派 我覺得始終人生 不可能平暴清雲 又或者是直路走 無論如何都會有挫折 或者有個桶子給你踩 所以… 即是你喜歡有桶子踩下去 對, 所以到有桶子出現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是人生 是… 因為其實我一直自己也有儲蓄的習慣 有時候可能不是每天都有公開 拍攝, 演員這件事 然後我就會特地找很多… 有試過什麼? 網店有 有, 很久之前賣過避孕套 真的猜不到 賣美容東西 美容東西 對, 還有保健的食品 然後就餐廳 有沒有做過兼職? 餐廳是怎樣? 對, 餐廳 餐廳其實是跟朋友合奮的 我平時有空的時候 其實可以到自己的餐廳幫忙 幫忙其實也有薪金 兼職也是我的薪金 到草島大概有個幾十萬左右 然後就發生了媽媽的事件 要花很多錢 媽媽有事, 正常都一定要… 都一定要幫幫忙 對, 一定要幫幫忙 把錢都扔出來 所以這件事是很正常的 不是什麼偉大的事 然後純粹是剛好沒有錢 這個置業的計劃要先各自一排 幸好遇到一個沒什麼興趣 所以值得很多錢的男朋友 一個沒有男朋友 我知道你去年跟男朋友… 買了一個世席的單位 五百多萬, 是嗎? 拿了多少首期? 一首期? 拿了大概五十萬左右 五十萬左右, 是… 最重要是男朋友給得多一點 那個首期 對 所以我在短短的時間 可能是年多兩年的時間 儲回可能十萬左右而已 之後大部分都是男朋友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說 這一代年輕人買樓是要靠副鋼 有副鋼當然是好 如果你沒有副鋼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 靠你男朋友嗎? 對, 靠男友鋼 看你年紀輕輕 為什麼你又會有一個… 好像快人一步 想定我要有置業的心態? 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好像沒有自己的房間一樣 然後我男朋友也是 然後我們大家都覺得 真的很想快點有一層樓屬於我們 我們可以自己一人一個區域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想急速地令我們更加上賣樓 我想問, 有些人置業 應該是準備結婚生子的時候 就會置業 但你反過來, 你還沒有名分 你跟男朋友去… 那是怎樣? 不是… 很現實的 他是寫你的名字 還是寫他的名字?還是怎樣? 是, 寫我的名字 不是…重點是因為我們抽樓花 抽那個次序 因為我排三百多, 他排千多 他就不可能抽到這層樓 所以就要用我的名字 不, 我覺得在女性角度來說 寫你的名字才是一個重點 代表他很愛你 也是… 他願意拿錢 對 那你就用你的名字 願意出個名字 我真幸運遇到這麼好的男朋友 他肯讓我幫他理財 然後肯分一半的工資 真的我們一人分一半的工資 然後一起儲存才會有今天的地步 其實因為我們做藝術這份工作 收入很不穩定 所以很難過這個壓力測試 所以我們需要找這個擔保人 去幫助我們上會 擔保人就是你的另一半嗎? 對, 他就是我的擔保人 所以要幫助我們上會, 供樓這件事 但是有些人會說 未有名分, 你怕不怕? 你一起買樓之後 分開了的時候就不太好 不會呢?你又不怕這件事嗎? 雖然我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我們的情況 好像老夫老妻一樣 對, 但我也有跟他說過 如果一個不幸運, 分了手 一層樓都是我的名字 不是 這是你的計算嗎? 不是, 也是後續的 我又說如果真的分開了 我就再給你了 菜菜菜, 不會 改名字而已, 用不容易, 轉個名字 菜菜, 不會, 不會 老夫老妻嘛 是… 之前我們有一位嘉賓, 馮盈盈 一訪問的時候就說 我一來就要買健康房 但對於你來說 你給我的感覺是比較實際一點 一來我覺得我只有這麼多錢 我也很想住健康房 但還沒住, 不如放低一點 也是的, 其實因為我的健康房 可能是千多二千尺獨立屋 大家都想住那些屋 但你的錢可能是千多二千萬 你專頭升值, 銀子如果一直存存 想存那塊千多二千萬買夢房 你真的貶值 你可能存到你真的有千多二千萬 那屋已經三、四千萬 你又要再存, 你到時候都七到八十了 所以我和男朋友覺得 不如我們剛好存到首期五十萬 不如現在就買了一層 可以首期五十萬的房子 因為如果你這五十萬一直不動 你可能想存大一點 可能存到七十萬、八十萬的時候 然後再買一層同樣的單位 可能幾年後的物價通脹 或者樓價升 樓價已經升了 但你的設斑銀行已經貶值了 對, 我覺得你有那塊首期 你就先買了 可能你三百尺的房子 也有舒服的方法住 你不要在家裡跑 你小小就不用在家裡踩單車, 對吧 不要說對與不對 最重要是你們倆有共識 和量力而為 對, 沒錯 Kelvin,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 真的覺得樓價太貴 真的不能上車 你自己又怎樣看呢 其實我想一般年輕人 除了他要考慮他的筆首期之外 其實我相信他們的定位 很多時候令得太高 希望有健康房子 是 又有地鐵站上蓋 交通又方便, 又為地居龍頭留盤 其實我想目標可能是錯了 定位太高 而且你要知道自己 如果第一層買的物業 就不是你的中心物業 是你不斷不斷換樓 只要在定位方面降低一點 譬如不一定要地居的一線樓 也不需要很漂亮的望海景 也不需要地鐵站上蓋 地鐵原線可能五至十分鐘蓋 都可以了, 所以如果定下了要求 最初的目標可能要存五年錢才夠 但現在可能存兩三年錢 就已經有機會上車了 其實我剛上了車做業主 但我們之前也想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有而不決 因為經常想等樓市跌 但其實等也等不到 大部分年輕人上車的時間 經常都希望樓市有所調整 跌倒一點下來 我就不用坐這麼多手期 但很多時候真的有些壞消息 跌了幾%下來的時間 其實他又想跌多一點 還沒跌多一點 之前感覺樓價又上升 結果還是追不到樓市 而且第一次買樓 當然會有很多決定, 很猶豫 始終是第一次買樓 不知道如何做決定 其實有時候 年輕人未必想做樓盧 他們可能想選租樓 你自己又有什麼看法呢 看回你真是個人目標 如果你個人一直都想著都不會買樓 當然租樓沒所謂 但如果你打算有機會買樓 我覺得最好就跟家人住多幾年 儲回自己一筆積蓄就最好 最理想的 因為如果你走到租樓 浪費了你幾年的時間 我看見很多年輕朋友 又想著自己出來住 但又想著早首期 其實都很難做到 真的忍幾年, 跟家人住多幾年 我想買樓才會更多選擇 再靈活一點 下一集會有肥媽跟大家說一下 如何由住貼皮屋 變成物業多得掃也掃不完 有一個不漏水而成的溫暖的家 不要管它在哪裡 有吃沒吃, 最重要是有牙遮頭 還會看看一個28歲的年輕人 到底如何由一層樓變成三層樓 那一天一定要買 因為之後的樓市都會上升